压滤机的工作原理 谈品演示 压滤机由机架 滤板 压紧系统和电器控制柜组成 机架部分 其支撑压紧装置和滤板的作用 由机座、压紧板、指推板和主梁组成 滤板安装在压紧板和指推板之间的主梁上 其间加着滤布 当按下自动压紧按钮后 油缸推动压紧板压紧各个滤板 当压力达到20M帕时 自动停止压紧过程 并进入保压状态 此时 滤板与滤板之间就形成了滤室 打开浸料阀后 物料从指推板料孔 进入各个滤室 固体颗粒被截留在滤室内 并形成滤饼 液体则透过各个滤板组合起来的液孔道排出极外 当压滤机压滤结束 隔膜进气阀打开 隔膜压榨开始 延时15分钟左右 停止隔膜进气 打开隔膜排气阀 隔膜压榨结束 油缸退回后 压紧板松开 按接泥按钮 翻板打开到接泥状态 到接泥线位时自动停止 拉板小车逐个把各个滤板拉开 压滤后的滤饼掉到储泥斗里便于集中装运 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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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音 拖音